這一天老師進行了一個活動叫做動物日 在這一天我們每個人扮演不同的野生動物 為了族群的勝利而去對抗其他族群的動物 雨林 我們死了 全球暖化造成氣候傷症 雨林發生生靈暖 台體的珊瑚白化了 造成珊瑚和雨林組的一個物種密集 台灣胡福舉手 這動物皆互相殺害的過程 我們有三個人秘密扮演壞人 老師給我們的秘密任務是 破壞雨林 破壞山區 還有破壞海洋 最後讓這些動物絕種 有些橡皮筋是套到小的海洋生物的脖子 然後長大一點的時候這邊就有痕跡了 那一輩子痛苦的 而這些塑膠對於海洋是最大的威脅 所以呢如果把橡皮筋套到這些海洋生物的椅背上 要超過40分鐘維持40分鐘 那麼這個海洋生物就會絕種 在過程中老師還給我們看了海洋生物的致命線 壞人會依照相關方式讓班上的海洋生物絕種 但是那支影片是海龜的鼻子裡插的吸管 保育人員為了拔出來 海龜痛苦的喊叫著還流了血 海洋生物在大海裡游泳 看到的是無數的塑膠垃圾 這一切都是我們人類造成的 就像在冬屋日裡壞人為了自己的方便 破壞了海洋生態 我看見信天奧屋實的塑膠垃圾 而苦苦的叫 一打開肚子裡面全都是垃圾 我發現人類一直丟垃圾 但完全沒有想到會造成他們的傷害 於是我們決定減速 從我們自己做起 在連假期間我們每個人去影響自己的家人 希望爸爸媽媽可以一起減少一次性的用品 這是我們家的結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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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大家一起來結束 邀請大家一起來簡素 邀請大家一起來簡素